10. 《市民日報》 科學舉證吸煙室無損健康會讓步 2015年7月11日要問P01譚進榮 本報信 立法會作一般性通過修改預防及控制吸煙制度法案 討論期間面對商界議員強烈要求政府保留娛樂場設吸煙室 更強調高規格的吸煙室可確保博彩從業縣健康 社會文化思思長譚進榮會後重申 政府會採取開放態度 他更承認 如果議員提出的建議方案可接受和具科學性 政府便會讓步 譚進榮作在立法會大會後接受訪問時表示 對法案獲一般性通過感到高興 因半年來社民司團隊對法案做了大量工作 事不容易的事 經過兩日激變終於有了結果 他強調政府的立場宣明 亦與行政長官的立場一致 就是必須維護本屋市民的健康 特別是博彩從業員和旅客的健康 當然業界有其意見和立場 特區政府明白和理解 責善固執維護居民身體健康傳媒一致追問 政府會否因議員強烈要求在娛樂場設給煙室 最細則性討論時修改條文 譚進榮引述會上有議員建議 如果他們能夠提出具科學根據亦有成效 令到長員工和旅客不會受到煙害的方案 政府介紹會視乎有關方案 仍可再討論 但政府的立場又似始終沒有改變 他 議員 好似好有信心感 當然我是好兼聽樂V 他強調會收集各方面的意見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客觀作出分析考慮 政府對議員將來提出的方案拭目以待 傳媒文及談進榮上述回應 是否代表仍然堅持原來的立場 但不排除委員會提出的建議方案可接受和具科學性 政府便會讓步 譚進榮回應說句 A 我同意 就是這樣原屁 是這樣理解 他從新政府會採取開放態度 會聽取不同的意見 會觀望業界提出的意見和資料 看看方案是否可行 但強調政府的立場沒有改變 至於一連兩天的辯論是否感到商界 特別是博企的壓力 譚進榮直言由始至終都感到來自八方的壓力 但作為社會文化師的負責人 會責善固執 最重要是維護澳門居民的身體健康 社會文化師師長譚進榮 既然會有一個例子 希望你能保持這種 難民居民的身體健康